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翠芳 你今天没有活动吗 今天呢是我第一次要上吧台学习咖啡喔 哇 那是不是很重要啊 嗯 我还蛮期待的 你要不要我今天教你一个就是怎么样 妆前一个特殊的保养方法 当然好啊 有它是在160找一下 其实呢我今天可以教你一个就是妆前的保养方法 可以让你等一下化妆的时候 这个底妆可以更持久更薄透 而且呢我再教你一个按摩方法可以有小脸的效果 持久又薄透又可以脸变少 这样感觉会不会需要很高深的技巧啊 其实不用 我告诉你们 只要用我这一罐就是24号的夏尔精华油 哇 这包装好有质感喔 是不是 你可以闻一下它的味道 而且闻起来也非常的天然 对不对 因为这个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一款循环油里面呢 它添加了很多的这个维他命 包括维他命 B3 B5 还有维他命 E 那还有呢就是说它里面有一个肌肤修护因子 那更厉害的呢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棒的成分 就是我们这个角质的锁水成分呢 叫做神经吸安 它的吸收力怎么样 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 好 我帮你这个先保养半边 嗯 然后你试试看这个效果跟感受 好吗 好 那现在首先我们在用的时候呢 我们先用两个滴管 因为呢在按摩脸的时候 我们不要让脸有任何的摩擦力 所以呢我们在用产品的时候 比平常呢多用一倍的产品来做按摩 哦 原来 那透过按摩的时候呢 它的吸收力就会特别快 所以你不用担心 产品呢是不是太多会过量 然后呢首先 我们呢就是用手 稍微温热一下手上的产品 然后接着呢我们用手掌先让脸上按压 嗯哼 先让产品先就是完整的吸收 好 那接着呢我们来做一些按摩 那记得按摩前呢产品的量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这个产品量不够的话 它等于就在推拉我们的皮肤 哦 那过度拉扯呢 反而会让你皮肤松的更快 哦 原来 好 那我们首先呢 我们先在额头的地方 先慢慢的往上推 先从额头先放松 好 好 那接着到太阳穴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在下半脸的部分 嗯 我们先从下巴开始 推到人中 接着呢在这个法令纹的地方 苹果消极的地方 我们用一个包覆的手法 一直到太阳穴 然后呢我们接着就是在 脸下方脸颊的这一块 嗯 我们呢可以来先做这个 就是下额线这个地方的放松 我这样很轻哦 嗯 按的时候都觉得 里面有很多这个 结块的地方 我自己也有感觉 是不是 嗯 所以呢你常常按呢 也会让脸部的循环 跟气色更好 哦 原来 也会有紧致小脸的效果 那其实就像你去健身房做运动一样哦 嗯 你有常常把他这个脸上的肌肉有放松 有帮他做运动呢 他当然就会觉得是比较有弹性 而且他整个脸部的线条也会更加的柔顺 哇 我从来都不会注意到脸部 也要按摩耶 是 其实呢你只要做对按摩的手法 嗯 那你长久这样 呃就是按摩下来呢 你会发现脸部的线条更加的柔和之外 你脸上的皱纹呢 其实会不容易产生出来 要按摩 对 雅二代气候比较容易湿热 所以我们呢不只身体 还有皮肤也有很多这个浮肿的现象 你会觉得抛肿好像不健康的状态 其实呢用这一款循环油呢 你会发现说 呃它可以帮助你皮肤代谢掉 可能肌肤里面的垃圾 还有呢就是帮助你皮肤做一个很好的循环的效果 哇感觉好厉害哦 可以再按摩 小心哦在那里 好 好那现在这里面还有些空气小气泡啊 我们可以把它打个稍微两下把它弄掉 好 okok 这样子那些气泡就没了嘛 嗯好就可以准备下一步的咖啡了 嗨 今天这是你的咖啡 谢谢 嗨 今天这是你的咖啡 ok 怎么样啊 干嘛一直看 因为这其实是我第一次做的咖啡 哦 所以是把我当实验品啊 不是 这是你的荣幸 荣幸荣幸 不过啊听说今天晚上你是不是要参加一个排队啊 嗯 那你有想好要怎么打扮吗 就穿这样 就穿这样子 嗯 不行 你应该要好好打扮 嗯 嗯 好 那我 我来好好品尝一下你的第一杯咖啡啊 嘿嘿嘿 胡拉的花很漂亮哦 很错哦 很香啊 谢谢 好 好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